今天话题来看到 台北101烟火秀是每一年跨年的重头戏 而现在传出今年的烟火秀 虽然主秀还是会维持300秒钟 但总长度可能会短于去年的360秒 就连烟火发数也因为响应环保的关系 将会少于去年的16000发 对此台北101回应 是因为现在招商只有六成 资金还短少了至少3000万 但是整个作业有比往年还要提早 像T-PED灯网也将要重新克制开模 全面升级 所以就算烟火数减少了 整体的视觉效果来说 绝对不会打折扣 此算烟火照亮夜空 每年台北101跨年烟火秀万众期待 去年烟火动画360秒更是史上最长 但传出今年烟火发数要减少响应环保 主秀我们一定会维持至少300秒以上 没有问题 那至于这个倒数的60秒怎么呈现 或者是前后的这个我们还要跟动画团队 再来讨论烟火发数是朝环保的方向走 只会更少不会更多 台北101 2020跨年烟火 预估烟火发数将少于去年的16000发 但由14万颗LED灯架打造 面积达到8400平方公尺 分跨34到91楼 号称全球最高举行萤幕的T-PAD灯网 将重新开模克制全面升级 换了全新的LED灯 然后我们定制了新的 不管是在彩度上或者是它防水度 还有各方面都是会有全新的感受 台北101跨年烟火每年都是外国观光客潮盛热门 今年也将斥资6000万打造 尽管现在赞助金还短少至少3000万 招商仅仅达到六成 还要再加油 但这块观光招牌不能有丝毫马虎 接程是刘一钦台报道